恒指收缩假融足 碧桂圆 仪市升又是怎样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港股怎么看 我们是Langlo 今天是10月3日 恒指是不是真的没有支持 地产股它升是死猫蛋吗 这是我们今天分析的主题 明得声明 我们是刘毛泽造指标为影史 所说任务股票是不构成任务推介建议 投资者如果是首次收看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HommetraHK 打开这个小铃铛 有更新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收到 下面的按例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些解释的例子 先看看早上的广播体性 恒指标在上一个交易日收了一条鱼容线 但它依然是波段向下的 因为我们的BBE指标是一个波段向下 或者担有占优的走势依然没有举变 资金方面可以看到在货口两天持续减少 筹码可以看到下面 就是来到这个位置是有些人在那里买的 17101到1735这个区间 所以中期波段依然向下 周圣图是超跌未增转转 但是资金流出 所以未有明确的转折 日圣图可以看到它是独特支撑位 短期是有反攻的动力的 有反弹需求 有反弹需求 可不可以反弹成功 就不知道 这个是日圣图很短暂的 所以我们投资者股票方面要注意就是 强势股非常之少 51个宅 依然很少的投资机会 多看小玉 然后 逢高估出那些高伏底走的股票 或者说 通过这些 我们上次说过可以做回这些股的 UPTION淡仓 中方的ETF 那些 可以看到 尋早在货币量减少的 才可以去做完我们的Bew的 最终如果不是 依然是多看小玉 这个是招载提醒 未加到组盘提醒 可以按左下角我们的这条链接 就是按这条链接 有更新的时候 你可以去加入组盘 以及 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机APP 好了 那我们看看指数的情况 打开HSI 恒生指数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 它已经 为什么说这段时间跌得非常之 可以说 今年跌得比较惨烈呢 因为大家可能 应该是记得的 去年下跌 今年 今年整个走势都是下跌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去年的下跌 是跌了多少个% 去年的下跌 这里跌了20多个% 今年这里 今年这里 就是从 可以说 整个 2021年 就是 之前这个是 我按错了 sorry 这里 2021年的高位 跌了多少 跌到 年底 跌了20多个% 然后到年初的时候 跌到现在跌了30多个% 所以这种下跌可以说 跌到 08年的下跌 08年跌了60多个% 跌了一年 我们这里跌了两年 然后中间 已经是50多个% 这个下跌已经是50多个% 所以 可以说 令到 投资者 是非常之 完全是绝望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周盛图下面的跌 几乎 跌到97% 整个流通是97% 所以 可以说 我们投资者 是真的 看不容易 多数都是套在那里 那么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周盛图现在超跌 减 而且 你用了很多种分析的方法 但是 我们看到下面的资金 依然是流出的 日资金是一路流出的 下面的第十三周 都没有反弹到 那么我们这个星期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星期可不可以 上个星期绝对是17016 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收回来 收回来 这个反弹的可能性才高些 没有回来 会有加速下跌的可能性 因为它空间未到 所以这个位置 怎么说 是不能够确赢的 OK 就算它可以 可以暖浸有些反弹 其实它的力度都不够 因为资金流出太空空了 而且 我们先看看 它的日资图 周盛图未OK 日资图 日资图最近的几天 在货是减少减少的 但是它今天收市 是 虽然它今天收市17079 但是跌穿了你的支撑位 而且在货今天又增加了 所以市场依然是 非常之辱勢 非常非常之辱勢 从昨天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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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位170 344 突破不了 反而突破不了 反而是下跌跌 中的支撑度跌穿 你看看 从这个高位到现在 跌到现在 你看看 我们看看最近的筹码情况 你看 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就是 下面 昨天这个位置 看看 是不是这个位置有人买 你看看 是从过上面的 即是多少 170 即是朝早提醒的位置 1701到17355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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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穿了 今天收市是 170 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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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今天是170 0 7 9 是不是 170 7 7 9 所以 怎么样 全部都串迷 今天 你看看 是否下面这个位置 买人非常之少 不够 没有支撑 支撑依然是周性级别 那这个1645到17 嗯 17多 嗯 10多 你看看前面铺过 那个 那个去看 那现在呢 就是依然 还不够 那又来 那这个16 164多 166多 已经很近了 c нат fale click Girls 300多 400点 ела 是不是 z 要注意下这个位置的 这个 机会la 好了 倒葱 依然是 Mr. Bernie 未真正的 笨 out 但是 可以慢慢 开始 放走 或者说 就是 食物一部分 的倒葱 所以呢 但是呢 呃 这个位置 要自找销 而不是 küçük 又称入 going 而不是 要选择股票的情况 但现在市场呢 我们发现重势股太少了 那哪些先去看呢?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在提醒的时候 特别是后面出现会员追踪资金指标的时候 一定要多点去看 第一,自己属性的股票 有没有出现在货币的国有 第二,就是那些大质股 就是成货股里面哪些 开始有在货币的国有 可以留意 那我们先看看今天的股票情况 先看看碧桂圆 好,碧桂圆 今天的话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反弹 而且是突破昨天最高 连续的两条大阴烛反弹 最反弹 这样看好像看不到什么 把资金拿出来看看 整体上依然是流出的 在货国有感少 又感少又感少 今天收市突破前一天的最高位 说明这个位置 是有超跌反弹的 有超跌反弹 虽然反弹的话 今天是突破昨天的最高 现在刚刚刚刚过去 下一个阻力位就是2.2 2.1 2.14到2.2 这个位置 第一个阻力 第二个阻力就是2.34到2.42 好吧 这个是超跌反弹的 在货国有超跌反弹 只能够近处看 然后再看短期的阻力 下面是有有不是的 支撑 这也是支撑 在哪里 都是2.18到2.23 就是2.2 那个位置 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阻力 OK 那上面 如果它接触国有得比较多 它抽象得多些 就要来到2.3的位置 所以 这些可以这样去 看看它反弹的 那个 水位去做回参考 因为它今天是符合 生活国有的这个方法 符合这个方法 上面的阻力 刚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是它 那好吧 它整体上大的方向 依然是向下的 所以它属于反弹 那是不是死猫蛋 可以说就是 先动成这样的反弹 空间我已经和大家去讲了 通过这个 筹码分布就可以夺出来 好了 再看看 就是 食欲 1093 食欲的话 之前我们也有讲解过 生活国有这么小的反弹 来到现在 来到这个位置 今天是收了一条小熊竹 直接低去高走 冲了上去 这个股票 在最近 表现得比较好的 一只股票 从这个高位 跌到现在来看 它的 就是暗号到阻力位了 基本上就是阻力位的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去追走 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这个位置 要看一下 有没有 高跌低走 如果有 它先吃一吃 走一走 然后回回到支撑 等它回回到支撑 再看下一个 入场的时机 这是这个股票 即是现在没有入货位了 现在要考虑 要食糊 走一走 一部分的情况 但是这个股票在副局有得比较多 如果回落的话 最似有大户做 今天更加可以做 所以可以 需要去追踪 需要去追踪 看看 它是怎样的 好了 有些朋友问了 呃 686 咦 0 叫做什么 是这个 啊 868 sorry 868 这个玻璃啊 可以看到一把是货位 属于在货割育的反弹 就是你看看 生活是否减少 今天是否突破了 前面都有 都有出现过这个情况 有没有 生活割育减少 都没有突破到 也不是真正的 割育育育 所以又掉下来 这里也没有 生活割育突破不了 突破不了 那现在这里 前一个高日 在货是94.3 比起一天 是4.4 是减少的 今天收市突破了 昨天的最低位 15m2.8 作为置试位 可以适动 做反弹 但是 依然要看有没有水位 有水位了 那你去做反弹 没有水位 那我们一般就是不做的 先看 中短期的阻力在哪 好了 上回来 下面 没有什么支持 看一看 淡了上来 上面的阻力位 是12.3.6 到12.1.9 是它的阻力区 第一个阻力区 所以这个位置 以昨天最低作为防守 式动去做这个反弹 就是我做一下反弹 因为这些股票现在11元 买了之后 来到12.3元 可以过得到的话 那它就有空间 过不了它就走了 好了 这个可以见到的 这些股票 这些都只是反弹 只能够动成短期的反弹 注意这个防守位的问题 OK 那说好不清楚 就是我说清楚 这个股票的 资金的情况 它的预期 它的水位 是不是已经清楚了 清楚去复回AAA 就是你知道 是的 有些道理 有些啟示 但是如果 嗯 不是很明白 就是觉得没有味道 那你去把自己的见解 都欢迎大家 在下方留言区 去留言 或者你自己 关注得比较多的股 都去捨下来 我们下期的时候 最终去做交流 好 好了 这个是有些朋友问 我总要说一说 那你最终去看 就是升的时候 就是会开始减少 要小心 对吧 你看今天是不是就是高去低走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你去适当去食物 或者说 拿走些本金 对吧 那今天高去低走 看到吗 很明显 所以 逢高先避一避 就是类似前面的这些 这样的情况 好了 再看看 23121 之前说过的半生股 之前说过 柳子金持续的增加 所以上升回落 上升回落 上升回落 所以大家要小心 它升回 但会质金反而这么少 对吧 所以大家要小心 之前说过这个位置说了 说了 它升 但会质金反而这么少 对吧 这里 对吧 那么 好了 回落 很正常 撕穿了我们的高位成本位 要适当去走走 之前说过 好了 今天击穿钱率是最低 明显都是防高先走走 如果听说凤刚走走走走走 之后 收出阳足 然后再增加 那你下次再入床 如果不是 你走了之后 后面 你依然是走的 它下跌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你看看 第一个空间在这里 第一个支持位是1.09到1.13 下一个就是1.04到1.05 看到吗 是不是很清晰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好了 金沙中国1928 应该是比较早之前 大概有提过 它属于 在大石谷里面 一种比较特别的 就是之前过时升的时候 它怎么样 它都有升 但是升的力度怎么样 不够大 但是这段下跌行程里面 它反而表现是有数重升 可能它跟它本身 就是 可能其他的业绩都不好 它呢 倒股 业绩要好些 那 就算看它 这段时间 资金丑不是现在才丑 前面是否有丑 然后来到这次度的增加 好了最近呢 这里 看到 冲了上去之后 高去低手 滚回来 跌穿 现在大股之间 依然是50个星 而上行冲 有货持货 没有货 这个位置有没有入货 暂时没有 随非突破今天最高 才可以去继续做反突 你看看它阻力位在哪里 从这个高位到现在 你看 就是 来到这个阻力位 就是冲到这里 对吧 突破以这里作为我们的防守 然后呢 直接就在这个阻力位 直接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呢 就要小心了 击穿更加要走 好了 然后回落回落了 回落到现在了 下面的支撑在哪里 这里 19.02 落到19.04 是它的支撑 打到这个位 如果明天收市突破今天最高 它最似冲击阻力位 突破不了 在这里看一看 可能回落回落 OK 这个是股票 当然了 它重新高 大户资金都比之前多 这是一个震仓的动作 所以回落回到支撑 接下来看一看 大户会继续做不做 继续做 那 继续拉升的 机会也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这个位 变成很大的阻力位 20.05.08 20.06 这个位 变成它比较大的阻力了 这个也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是这只股票 所以 有货迟货 没有货才等待一下 这个可以看到 即是资金的动作就是这样 增加的时候被突破 是说明增的有做 好像这里 大户资金增加 但逆收市高 它就会冲 然后 然后 大户资金减少 逆穿了 它就会下来 好了 这里应该出现了什么事 它才飙升到上去 这里可以看到 整体上的大户是增加的 依然是抗眼仓的 所以中期它未举变 短期调整的时候 有什么未真正的终极 要看下来 即是否短期结束这个会论 才有份 好了 美股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段都是 我们前面的行资客电台 都有说过 迪穿前面的低位 超跌 在货增加 大户资金 即市场的资金 都是流出的 都是未真正的有所改变 不是 资金是流入的 你看 这两天 市场是资金流入 但是流入的力度 你看这个柱子是否很薄 资金流入的力度 其实不是很足够 所以 只能够那些钱去做空 或者做迷 现在 逆市 表现资金入场的股票 只能够的 这是我们今天和他做的交流 以市场的指数来我们的下一个支撑位 越来越近 周圣图又面临着 这个超跌要示范 要脱离超跌的问题 日圣图上面 未真正的转折 但跌穿到支持位 所以我们的投资者 要抹你去算股 要抹你那些凳充的朋友 要注意一下 看看他是要冲破阻力 还是来到支撑 但是要冲破阻力 你去先走一走 等他站稳的时候 再买回好充 静股方面就去尋找 静股方面的股票的资金情况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